很快 抓刀之後滑過去 你這邊這整條肉 到你的脖子就開了 乾淨俐落 致敵於死命 軍用晉升戰鬥技術 招招辛辣狠毒 刀子會沿著你的骨頭 把你的肉直接分離到你的脖子 軍用的技巧是讓對方直接死亡 而不會讓他存活 國軍徒手戰績訓練 再度被拿上檯面討論 傳統技術的存費 也成為爭論焦點 我是覺得 能夠學到新的東西那是最好 我們把好的東西留下來 不好的東西不要用 它就會變成最適合我們所使用的 時賀攻擊拳法 前年國慶典禮 國軍特勤隊 首度操練新學的時賀拳法 這套武術 也普及到海軍陸戰隊 及陸軍特戰隊等基層單位 然而他的實戰效能 其實飽受基層官兵質疑 國軍戰績體能被批評 脫離現代戰場需求 機翼的訓練去發展以外 或是說真的去檢測一些 自由搏擊或格鬥的一些項目 國軍現行戰績體能訓練 只有基本的三千公尺 伏地挺身與仰臥起坐 徒手搏擊則推廣舉拳 及時賀拳法 缺乏實戰驗證 看看美軍的訓練 是這樣做的 戴上護具 拳拳倒肉的對打 美國海軍陸戰隊 從新兵訓練開始 就要求士兵貼近實戰訓練 以重量訓練 綜合格鬥為主 特別著重傾濟與扭打 因為美軍叫辦統計 徒手格鬥情境中 扭打是常態 倒地是必然 國軍力求改革 但要如何吸取 國內外專業精華 節償補短 才是問題的關鍵 記者姚立強國王軍 台北報導